紐約愛岸樂團1月31日晚上在紐約林肯中心大衛教訓音樂廳吳塞劇院舉辦中國新年音樂會 這是紐約愛岸樂團連續第十一年舉辦中國新年慶典 由著名指揮家魚龍執鵬、攜手小提琴家玲峰、二壺演奏家陸日文呈現中西方經典樂曲 音樂會前的紅地毯環節在大衛教訓音樂廳的一樓大廳舉行 我們正在計劃明年月的新年慶典樂團 這年是有點遲遲,但這就是這樣 我們有很多年齡的春節節 我們會去中國在冬天 未來是新家的新年慶充 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美的文化之一 我認為一定要把它帶進主流社會 而且這個春節是一個大家歡聚 又是一個文化的傳統 所以紐約交響樂團是最好的一個平台 所以我就下了很多功夫 就去把這個事情推進了 當初開始的時候很多人就有點傻 就說這麼高大上的地方我怎麼去啊 所以這也是一個障礙嘛 後來呢我們就給大家講解培訓 就讓大家來參與 很多人慢慢的就覺得比較就 relax 今天對這場業會期待很多 我特別願意看到在紐約在林肯這個舞台上 有中西文化的交融 這代表著我們兩國人民之間的 這麼一種人文交往吧 我希望更多像這樣的演出可以在這裡上演 當晚音樂會上演繹的曲目 包括李幻子的春節聚曲 陳其江為異壺改編的新版《悲喜桐園》 《國民景的草原》 《格女格的索爾維格之歌》 以及白欣斯坦的《西區故事》 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在紐約 能夠跟紐約愛樂 跟輿論總監一起 在這麼一個非常有意義的 咱們的新年的音樂會上 跟大家用音樂來作為交流 我覺得作為一個音樂人 作為一個從事音樂的中國人來講 這是特別值得 值得我自己覺得感到驕傲的 也值得開心的 我們謝謝大家 做的那些歓声 我們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未來的ễ意 技术非常非常难,因为陈景岗老师把它从小提琴改编到二胡这个乐器上来呢,还是保留了非常多的高难度的小提琴技巧,而且运用了两把弧琴,一把低音琴,一把高音琴,拓宽了二胡的音语,但其实也就是非常增加了这个演奏上的难度。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